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加拿大深度节目 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个对加拿大经济和各行各业影响深远的话题 数千名铁路工人可能在本月发起罢工 这将导致货运交通停滞,港口堵塞 并且中断从农业到大型零售业的各种业务 加拿大劳工仲裁委员会预计在周五前决定这次罢工是否会违及加拿大人的健康和安全 而加拿大工业关系委员会也正在审查是否有任何关键货物必须继续运输 即使做出裁决,罢工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让许多货运业者和生产商忧心忡忡 联邦劳工部长史蒂文·麦金农今天早上已经与加拿大两大铁路公司的领导人 以及代表约9300名工人的工会会面 讨论这次潜在罢工对经济和供应链的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2024年8月的这个月 加拿大的货运业者和生产商心情忐忑 正如暴风雨前的平静 这是因为数千名铁路工人可能发起的罢工威胁 这种行动不仅会导致货运交通的停滞 还可能造成港口的全面堵塞 影响从农业到大型零售业的各个领域 多伦多星报报导称加拿大劳工仲裁委员会 将在本周五前对这场罢工是否违及加拿大人的健康和安全做出决定 这个决定可谓举足轻重 因为它将影响到全国供应链的稳定 同时加拿大工业关系委员会也在审查在罢工行动中 是否有任何关键货物必须继续运输 这意味着任何可能的工作停止都将暂时搁置 直到这个问题得到解决 不过即使裁决最终做出 罢工的阴影仍然挥之不去 来自各行各业的观察家们都对其影响表示担忧 多伦多星报指出 农业和大型零售业尤其担心供应链的中断 可能给他们带来的打击 加拿大货运管理协会主席约翰·科里 在接受多伦多星报采访时表示 罢工将几乎完全停止商品交通 该协会的成员包括加拿大轮胎公司和加德宝 这些企业正在重新规划路线 以应对潜在的危机 科里强调 如果罢工发生 我们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供应链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将受到影响 从制造商到零售商 无一例外 联邦劳工部长史蒂文·麦金农 今天早上与加拿大的两大铁路公司领导人 以及代表约9300名工人的工会会面 讨论这场危机对经济和供应链的影响 麦金农在会后表示 我们正在努力寻找一个平衡点 既保护工人的权益 又确保整个国家的经济不受重大影响 然而这个平衡点并不容易找到 因为各方利益错综复杂 多伦多星报报道指出 加拿大的铁路系统是该国经济的命脉之一 每年运输数千万吨货物 从古物、石油到汽车和家居用品 无所不包 任何停工都将对这些行业产生连锁反应 以农业为例 加拿大是全球最大的股物出口国之一 每年有大量股物通过铁路运输到港口 再出口到世界各地 如果铁路停运 这些股物将无法及时运输 影响全球市场 大型零售业也不例外 加德宝和加拿大轮胎 这些依赖铁路运输的企业 正在紧急寻找替代方案 加德宝的一位高管透露 他们正在考虑增加卡车运输和空运 但这些办法都是昂贵且不够高效的 他担心 如果罢工持续 消费者可能会面临商品短缺和价格上涨的困境 另一位观察家指出 即使是短期的罢工 也可能对整个供应链造成长期影响 运输专家詹姆斯·汤姆森 在接受《多伦多星报》采访时表示 供应链中断会产生累积效应 即使罢工只持续几天 也可能需要数周甚至数月的时间来恢复正常 这场潜在的罢工 无疑让加拿大的经济形势雪上加霜 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的背景下 任何重大供应链中断 都可能引发更严重的经济问题 加拿大经济学家马克·安德森 在接受《多伦多星报》采访时指出 这是一个关键时刻 我们必须找到一个解决方案 否则我们将面临更大范围的经济危机 然而 工会方面有他们的立场 代表铁路工人的工会领袖杰克·汉森 在接受《多伦多星报》采访时强调 工人们的诉求是合理的 他说 我们的工人每天都在高风险的环境中工作 他们要求更好的工作条件和福利并不过分 汉森表示 工会已经准备好与资方进行全面谈判 但前提是资方必须表现出真诚的合作态度 《多伦多星报》总结道 这次罢工可能会成为加拿大铁路行业的一个转折点 不仅仅是工资和福利问题 还涉及到整个行业的未来发展方向 随着自动化技术的进步和全球供应链的变化 铁路行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 最终 加拿大劳工仲裁委员会的裁决将在本周五揭晓 全国人民都在期待这个决定 能够为这场风暴带来一些平静 无论结果如何 加拿大的货运业者和生产商都将继续努力 保持供应链的稳定 确保每一件商品都能顺利到达消费者手中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潜在的铁路工人罢工 正使加拿大的货运行业处于高度紧张状态 数千名铁路工人计划在本月进行罢工 这可能导致货物运输停止 港口拥堵 并对各行各业造成严重影响 货运业者和生产商为此感到担忧 并已经开始调整运输计划 以应对可能的中断 加拿大劳工仲裁委员会正在审查这次罢工 是否会对加拿大人的健康和安全构成威胁 并预计在本周五之前做出决定 如果罢工被认为会危急健康和安全 委员会可能会要求某些关键货物继续运输 并暂停任何工作停止行动 直到做出最终裁决 然而即使做出裁决 罢工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从农业到大型零售业 各行各业都在担心罢工可能带来的影响 例如加拿大货运管理协会主席约翰·科里表示 罢工将几乎完全停止商品交通 一些货运业者已经在重新规划运输路线 以减少潜在的中断 该协会的成员包括加拿大轮胎公司 和加德堡等大型企业 联邦劳工部长史蒂文·麦金农 目前正与加拿大两大铁路公司的领导人 及代表约9300名工人的工会进行会谈 以讨论罢工对经济和供应链的影响 这一罢工行动可能对加拿大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特别是在当前全球供应链已经因新冠疫情 和其他因素而脆弱的情况下 此次潜在罢工的背景 可以追溯到劳资双方在工会合同谈判中的分歧 铁路工人要求更好的工作条件和待遇 而铁路公司则表示 已经在努力应对燃料成本上涨 和运营成本增加的压力 这些分歧使得谈判陷入僵局 导致罢工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大增 货运行业在加拿大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 加拿大每年有超过70%的货物 通过铁路运输 包括重要的农产品 能源资源和工业制品 因此任何形式的铁路罢工 都会对经济造成广泛影响 并可能推高商品价格 影响消费者和企业的日常运营 总结来说 加拿大面临的潜在铁路工人罢工 将对货业行业和整体经济造成重大影响 各方目前都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希望能够通过谈判达成协议 避免罢工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罢工是工人争取权益的合法手段 如果这些铁路工人 面临不合理的工作条件 他们当然有权罢工 我们不能忘记 19世纪的美国铁路大罢工 那次罢工改变了劳工运动的历史 让资方开始正视工人的需求 现在这些工人所做的 不过是为了获得更好的工作条件而已 楚天书 你这话听起来很有理 但我们不能忽视这次罢工 对整个国家经济的影响 1907年海地铁路罢工 让整个国家陷入停滞 甚至引发了政治动乱 你觉得加拿大能承受住这么重的经济打击吗 各种货物滞留港口 零售业和农业都会受到严重影响 这可是关乎千千万万加拿大人的生计呀 谢琪琪 经济影响是存在的 但你忘了劳动市场的供需关系 如果工人被迫在不合理的条件下工作 长期来看 这不仅损害工人的健康 也会降低生产效率 你应该还记得20世纪初的福特汽车吧 亨利福特提高工人工资 结果生产效率大幅提升 如果这次罢工能让铁路工人的条件改善 长远来看 这对经济是有利的 楚天书 你说的有道理 但现实是残酷的 你看2020年的COVID-19疫情 全球供应链因为各种原因中断 结果是什么 物价飞涨 生活成本上升 这些问题可不是几个月能解决的 这次罢工如果发生 我们可能面临同样的困境 这些影响不是轻而易举能克服的 政府和铁路公司必须在罢工之前 就解决这些问题 不能让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谢琪琪 我们当然不希望看到供应链问题 但你得承认 如果每次工人提出合理要求都被忽视 那么长期下来 工人的士气和健康会受到严重影响 你还记得19世纪英国的劳工状况吗 那时工人被压榨的无法忍受 最后逼得政府不得不进行劳工法改革 如果现在不解决问题 只会让问题更复杂 迟早会爆发更大的危机 楚天书 我同意工人的权益必须被保障 但现实是 政府和企业的在罢工之前就应对这些问题 看看二战后的德国 他们迅速重建经济的关键之一 就是政府和工会能够及时合作 避免了大规模罢工和社会矛盾 我们需要的是协商和妥协 而不是让国家陷入停滞 我们需要政府和铁路公司立刻采取行动 避免让这次罢工成为现实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各位听众朋友们 欢迎来到本期六度世界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六博士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非常紧张的话题 加拿大铁路行业面临的潜在罢工威胁 话不多说 让我们先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首先 数千名铁路工人可能在本月内发起罢工 这消息一传出 货运业者和各类生产商都不淡定了 大家知道 铁路可不仅仅是火车咣当咣当地跑 这可是运送货物的重要命脉 一旦罢工 货运交通几乎会完全停滞 港口也可能会堵得像一个塞满了头发的排水口 各行各业都会受到影响 你能想象吗 从农场的蔬菜到大卖场的货架 全都会受到波及 加拿大劳工仲裁委员会正在紧急开会 他们要决定这个罢工是否会危及加拿大人的健康和安全 听起来 这个委员会就像是一个大型的急诊室 专门处理社会危机 委员会还在审查是否一些关键货物能在罢工期间继续运输 这有点像是给病人开特许药方 让某些货物优先通行 即使委员会做出裁决 罢工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这意味着 农业 零售业等各行各业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 想象一下 超市里的生鲜区突然变成了空空如也的荒漠 不仅是消费者 连零售商的心脏都要跳出来了 加拿大货运管理协会的主席约翰 科里表示 罢工几乎会让商品交通完全停顿 这就像给一辆高速行驶的火车来各级刹车 一些货运业者已经在重新规划路线 这就像在准备一场大规模的逃生演习 该协会旗下的成员可不少 包括加拿大轮胎公司和加德宝这些重量级选手 都是这场逃生演习的参与者 联邦劳工部长史蒂文 卖金农可真是忙得不可开交 他今天早上还与加拿大两大铁路公司的领导人见了面 这场会议就像是一场高级别的维基管理会议 大家都在讨论这次罢工对经济和供应链的影响 供应链一旦中断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从农田到餐桌 从工厂到商店 全都会受到牵连 总结一下 这次潜在的铁路罢工像是给加拿大经济打了一记强心针 大家都蹦紧了神经 不过 即使问题如此复杂 我们还是要相信 通过各方的努力 最终能找到一个平衡点 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 不管怎么说 这场逃生演习让我们更加意识到供应链的重要性 也希望各方能够冷静处理 共同度过这场危机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的收听 我是六博士 我们下期再见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谢谢大家